中美军事交流为何遇冷 中国国防部23个字霸气回应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严树军 欢迎收看严树军论评 最近中国国防部证实中美之间不久前进行了首次两军高级将领线下交流 此事引起外界关注 而在新闻发布会上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乌谦在回应记者提问 中方是否有计划与美军恢复交往 两军关系何时能恢复正常时 说了这23个字 中美两军交往并非处于中断状态 但对话不能没有底线 国防部的话不难理解 但是其中所折射的含义却值得细细品味 首先我们知道 如今中美博弈的大背景下 中美之间的军事交流正经历两国建交以来的兵点 原因不难解释 美国要遏制新型的中国 以维护自身霸权 而军事就是美国维持霸权的最有效手段 美国要和中国斗 发现斗不过时就开始打压 使出一系列制裁的手段后 发现中国不会喊痛 美国就开始嚷嚷了 我们看 美军高层摆出降临扫的架势 在众多公共场合抱怨中国不接电话 提出交流又被拒绝 妥妥地给外界营造出一个假象 美国很坦诚且热情 中国却目中无人 以至于让很多人认为中美两军处于中断状态 而无谦大笑的这23个字 就是甩在美国人脸上的耳光 我们已经表明 中美两军并不是处于中断的状态 因为双方的军事外交渠道还保持着有效沟通 有渠道 只不过不是美国想要的方式 这就怪不得中国了 毕竟美国在交流中只会张嘴 不知道尊重 我们知道 两国交往最重要的层面 无外乎三个 经济 政治 军事 经济上 美国甩出关税 将中国制造拒之门外 反过来 打除技术封锁 让自家的先进技术到不了中国 不要中国的东西 还想着中国不能造东西 何者 只能美国一家开超市 政治上 美国将中国内政当成儿戏 挑唆台独 人海交问题 偏袒菲律宾 罔顾事实 为了遏制中国 美国拉帮接派 宣扬中国威胁论 军事上 为了遏制中国 美国拉帮接派 强化中国周边军事力量 对台兜售武器 利用军演为菲律宾助威 亚太地区组织军事联盟 最明显的莫过于小北约 美日韩 奥库斯 美英澳三大领域 美国一刀刀断断 是中国不愿意沟通吗 两群即使展开交流 照这样的发展趋势 这个越洋电话还有打的必要吗 不过是浪费彼此的时间 沟通可以 但不能没有原则 对话更不能没有底线 换句话说 美国想沟通 中国可以给机会 但是前提是 美国得拿出切切实实的诚意 更要付出具体的行动 现实里 美国一边狙击中国的国家利益 一边还妄想和中国军人坐下来 和和气气交流 真当自己有个霸权地位就可以胡作非为了 中国不会答应 14亿人民更不会咽下这口窝囊气 那美国为什么还要重申那么多次中美两军没有沟通 因为美国也在害怕 美国内部矛盾无法解决 贫富差距 种族对立等 爆发一个 美国就得豁出去半条命 更何况 还无法解决 只能缓解 获取最大化的利益成了延缓众多矛盾的办法 可是美国现在没有这个能力 自己没有中国全面的产业链 怎么赚起财富 仅凭金融就是天方夜谭 所以我们看到美国在利用战争为自己敛财 利用强大的军事力量就是他搬弄是非的底计 总结为八个字就是坏事做绝 好处捞进 本质上美国就是想以军事力量坐下继承 可是到中国这里不灵了 因为军事力量是美国的王牌 也是底牌 中国的军事力量是保卫国家领土和中华民族利益的保障 更不输于美国 美国只是想获利 真要和中国军事硬碰硬 就完全背离了美国寻衅滋事者初衷 因为中国人时刻秉承八个字丢掉幻想 准备战斗 鉴于这一点 中国又何尝不是拿捏住了美国 所以我们看到中国解放军在军事交流方面采取的态度是坚持原则 决不让步 换句话说 这就是中国对美国打出的一张牌 何则两利 斗也不惧 不过 美国显然不会考虑何 至于斗 中国定当奉陪 好 本期的话题就论评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